自从3月初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缅甸多个城市时不时就有民众上街举行示威活动 警方对示威者的镇压也逐步升级 近期更有警方为了驱散示威者而向他们开枪 导致至少两人死亡30人受伤 也有多人遭到逮捕 这类示威者伤防事故也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纷纷谴责缅甸军方暴力对付参与康尼的这个民众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就表示 他们会跟缅甸人民同在 至于欧盟也表示会讨论缅甸局势的发展 不排除会制裁涉及暴力镇压的军人 另外为了缅怀在示威活动当中不幸丧命的民众 有示威者在仰光和曼德勒两座城市举行了悼念仪式 缅甸示威活动持续升温 为了纪念不久前丧命与警方枪下的女子 民众在仰光的一个广场为女子举行哀悼仪式 民众手持印有结束独裁统治抗议字眼的标语 以静坐的方式悼念死者 地上也点满白色蜡烛 摆满鲜花 神情哀伤的民众也用唱歌的方式来悼念女子 镜头转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由于警方近期不断以暴力手段镇压抗议活动 进一步激化了示威者上街的决心 在过程中现场浓烟四起 地面还留下子弹壳 相信是警方向示威者开火后所留下的 画面也显示 有部分受伤的示威者躺在地上等待救援 一些则被抬上了担架送愿急救 除了以示威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从卫星图像可以清楚看见 民众也在仰光的街道印上 释放领袖军事独裁统治一定失败 和我们要民主的字眼来引起世界的注意